呃 兩個人的三尾是多少呢? 好 換起來 不要 不要 感覺會丟大喔 小時候跟阿傑一起洗澡的時候 會不會做色色的事情呢? 輕輕算是色色的嗎? 輕輕喔 我跟阿傑從小親到大 如果不賣奶的話 還有什麼突出之處呢? 這題攻擊性喔 有點攻速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鼻鼻棒棒 我是妹妹 今天為什麼會有阿傑呢? 因為我跟阿傑要27歲了 我們只有準備了一個雙胞胎QA特輯 把它敲完了許久 那今天就來了 這次一樣就有我的助理 幫我收集問題 找幾個有趣的來問我們 有我們回答 那就今天也麻煩助理了 好的 那我們要從第一題開始 首先就是一些比較溫和又基礎的 好 又有辛辣了是不是? 想問一下 妹妹是叫蓬蓬嗎? 那職業是做什麼呢? 真的是很多人會覺得 阿傑是叫蓬蓬 但是呢 其實不是 蓬蓬呢 從昨天開始 他變成我的二次元的名字了 我的二次元叫做蓬蓬 我叫萍萍 那我的妹妹 你要不要自己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對你都超好奇的 大家好 我叫阿傑 我的職業是家教老師 課非常非常多 所以不常跟他一起拍片 沒錯 因為阿傑課真的超多的 有時候就是直接從早上9點出門 一路到晚上9點10點才回家 好 那下一題是 你們是哪裡人? 為什麼講話都會有口音咧? 哇 從以前就 大家都會說 欸你是台灣人嗎? 你有個口音咧 好 我們呢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在台北出生的從小到大 其實是因為呢 我跟阿傑小時候在講話 對我們自己語言的 我們稱那個叫做我們的雙胞胎語 大概是到5、6歲吧 我們才開始用正常的語言對話 綿綿糊糊的 別人聽都聽不懂 我們是為了讓大家聽懂 我們現在才努力地張開嘴講話 然後就變得很怪怪的 整個所以就會變得有點自鎮腔圓 想當初我開播的時候 我的口音是這樣喔 大家好 我是拼拼泵泡 就是我會刻意去把每個音發清楚 所以呢 沒有混到什麼是血 也就是台灣人 兩個人有沒有喜歡上同個男生呢? 這題應該很多人問吧對不對 然後有人開始問我們關於雙胞胎問題的時候 這個都是必問的問題之一 有沒有喜歡上同個人? 沒有啊 好啦沒有 我們兩個喜歡的形式蠻像的 可能就是說那個人長得還蠻好看的 可是就沒有喜歡上同一個人過 所以呢 大家期待的修羅場劇情是沒有的 再來就是比較狠的問題了 覺得自己跟阿傑誰比較漂亮咧? 必須得說我覺得阿傑超級可愛 不是說可愛就是不夠漂亮嗎? 沒有…我跟你講就是可愛呢 這個是一個氣質 由內而外的 長得漂亮的皮囊非常多 但是呢 可愛的靈魂是非常少的 你知道嗎? 對 但是呢如果真的以客觀來講的話 我的臉真的是稍微比較長一點 阿傑的臉比較愛肥短一點 沒有啦就是比較短一點 所以短一點就會比較可愛嘛 視覺上 那長一點看起來可能就會覺得 比較成熟的樣子 那你們會因為是雙胞胎想要區分彼此的風格 所以可能妝容啊衣服啊會穿的不太一樣嗎? 這個其實比較偏向職業一點的關係啦 職業的關係 因為我是家教老師嘛 我平常要穿的比較多一點點 對因為我自己的話我就是隨行所欲的穿 而且因為我比較怕熱 所以我都很喜歡穿那種布拉踏 布拉踏就不用穿熊罩了嘛 我也不喜歡穿熊罩 而且我也很怕熱啊 阿傑因為職業的關係 所以比較少穿就是像我這樣子的衣服 但是有時候像我們一起拍片啊 或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阿傑還是會穿布拉踏之類的 但是阿傑真的是 我的衣服恥助手門員 就算阿傑會穿布拉踏 但是阿傑也覺得太低的時候 有時候在我出門就 帶低了啦 然後把他拉起來這樣子 好 接下來就是 聽說雙胞胎都會有心電感應 這個不吹噓 可是我們心電感應比較不一樣 普通的心電感應 比如說同時想到什麼 那個已經是非常easy的事情了 比較難的是 只要我生病阿傑就會生病 只要我受傷阿傑就會受傷 阿傑受傷我也會受傷 小時候真的滿常發生 可能阿傑前腳踏進保健室 後三秒我也踏進去 有一次是 我在去學校的過程中 走一走我就摔倒 右膝蓋就流血了 我就哭著走進學校的保健室 對 因為那時候剛好那個上課領響了 我在操場跑的時候呢 結果突然有人在我前面蹲起來 改開綁鞋帶 我就踹到他 結果我就往前飛 飛不之後我的左膝也受傷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走進保健室 向觀眾顯示一下你們的心電感應 所以我們這邊有三個小測驗 等等然後有三題 我們就第一個想到的答案就把它講出來 好的好的 是三個醫療然後同時講出來嗎 對對對 好 那我現在跟阿傑不能有任何的 就是視線接觸 好 那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想到的顏色是 一二三 黃色 下一個是第一個想到的歌名是什麼 一二三 最大功約束 喔 蛤 蛤 蛤 這支拉多溫和蛇歌我最喜歡的樂團 好 那前面兩個可能就是你們會有點 同樣的興趣啊 或是同樣的生活記憶 所以會想到的東西 所以現在我們要來想 第一個在心中浮現的數字是什麼 喔 數字喔 然後就是一到一百摩選的數字 一到一百很大耶 對 這個我都不確定能不能成功了 好 一二三 三七 哇 這還滿厲害的 真的是有點扯 對對對 但是因為三七這個數字是我跟阿傑小學一年級的綽號 對 喔 你們都是三十七 喔沒有沒有 我三七他三八 喔 對 所以我們密碼的部分不是密碼 欸 沒有 不要講出來欸 我最近都一直被盜 好的 反正我是信的 真的有心臉感應 接下來的話會是比較辛辣的問題 剩很多辛辣 嗯 有比上次靠奶轉什麼辛辣嗎 接近了 接近了 喔真的假的 第一個就是呢 兩個人的三位是多少呢 有點久沒有量了耶 就麻煩你們了 現場量 好 來吧 誰先 撿到石頭布 輸的人先量 那你全部 不要 關上我的心靈防疫不要讓你猜出來 撿到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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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來吧 卸涼 這98 有 有 哇 這是多少我可以講 你累得緊到我那兩個都掉出來了 是 68公分 屁股屁股 比你的胸部小一點而已啊 多少 94公分 好 換起來 有 感覺會比我大喔 啊 其實現在 103公分 有 好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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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屁股大喔 這是什麼 72 你屁股大喔 阿姊的屁股是 100公分 太緊張了吧 全身冒汗了 欸 全身冒汗了 這邊就是我們的三圍運 會再收一點 會再收 嘉義婷 雙胞胎的 巨韻奶是不是都是整的呀 喔 不是真的啊 應該很貴吧 對啊 原因方面是整的 真的是太貴了 我記得熔乳好像真的蠻貴的對不對 20幾吧 我記得 現在做好一點的話大概30左右 喔 那我們4顆就60了 我們真的完全不敢做任何就是侵入性的東西 感覺很痛耶 就是真的 沒錯 好 那你們是什麼時候發育成巨奶的 我記得好像是國中的時候 小學就開始發育了 好像就國二的時候就長到巨了 原本還蠻怕說 欸 國三會不會繼續長啊 幸好沒有繼續長 幸好 幸好 那那時候會不會就是羨慕 有想過縮胸嗎 其實對於縮胸這件事情 因為就像剛才說的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錢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也很怕那種侵入性的手術 什麼雷射竹毛啊 皮秒雷射那些都還行 但是如果真的要到侵入性的話 我覺得太可怕了 所以也不敢去做縮胸或者是龍蠔之類的 雖然說大胸以前真的算是還蠻困擾我們的 因為國中就發育到虛了 那時候沒有好一點支撐性的胸罩 所以那時候走路的時候一看就會覺得 真的是很劇烈的在撥動 我們走路都是這樣走 怎麼會兩個就這樣 對 要走走走走 就不一會縮縮的感覺 而且那時候會穿很寬鬆的衣服 那時候其實也是會被說什麼 欸 別像孕婦啊之類的 所以小時候的確是有一點到困擾了 但是還是不會想要去做縮胸 然後長大之後也覺得 啊 算了我自己開心就好了 幹嘛要在意別人眼光 就算會被側目 那也是一個促進世界和平的事情啊 對不對 所以呢就是現在我 基本上就是想穿傻就穿傻了 這個小也就好 就是也不想動刀這樣子 天然與雄厚 下一題 小時候跟阿傑一起洗澡的時候 會不會做色色的事情呢 這什麼問題啊 輕輕穿色色嗎 輕輕喔 我跟阿傑從小親到大 完全不色嗎 對啊 就是洗澡的時候對那個 跟阿傑說 給我輕輕之類的 好 那下一個 你們有互相交換上學 或是幫忙考試嗎 喔 這一定有的啊 對 交換考試沒有 這就違規了嘛 交換上學不是也違規嗎 好像也是 但是身為雙胞胎 就是一定要體驗一下 交換上學的感覺啊 因為從幼稚園到研究所 只有高中跟阿傑念不同校 其他都是同校而起來同班 我們在高中的時候就覺得 不行 我們身為雙胞胎 一定要體驗一下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有交換上學的 然後真的一整天下來喔 只有我們最好的朋友知道這件事情 其他人都不知道 以前真的是長得比較像 就想到 有一次阿傑學校運動會 我去阿傑學校 他班上同學看到我說 汪聖姐 怎麼還穿畢業服 趕快去換運動服 我們待會要跑步了 同學回來之後教室看到我 他去下一大跳 他說你剛剛不在下面看到你嗎 然後我想 哇我就知道阿萍來了 對沒錯 好 下一題 如果不賣奶的話 還有什麼突出之處呢 喔 這題攻擊性喔 有點攻速的 很嚴肅問題 其實這件事情呢 從我去年開始做以來 真的想了很多很多 我覺得身材是我的驕傲 但是呢也是我最大的敵人 因為我覺得胸部是一個很外顯的事情 可是其實我會的技能蠻多的 我會自己剪片 會自己拍片 然後會煮菜阿 會運動阿 就是我的興趣跟會的東西 其實算蠻多的 但就是沒有突出到說 可以打敗胸部你知道嗎 每次和新聞稿上面都是胸部 對 就是所有的新聞都是跟胸部有關 可是不會有其他東西 就是沒有搶到那種程度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 喔好像都只有胸部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我們頻道也 也有在做菜嘛 就是其實也有其他的東西 只是因為真的胸部太突出了 所以才會比較難被看到 其他地方還要再精進 沒錯 所以我現在目前的心態就是 我覺得身材還是我的驕傲 但是我也不會因此就自滿 還是會繼續精進我其他的東西 會不停進步的 等一下 妳這段話要直接連續講一下 喔妳說到時候又會被截圖 因為上次的那個10萬QA 超多人截我那一張 我不是只有胸部而已的那一張 幹妳先那一張 我說因為上次就是因為那張很關心的 就很多人會斷章取義 直接截那張下來 然後說人家說他不賣奶的 我們這次應該沒有什麼好講的吧 妳剛剛那樣講又會被截 妳要直接講下來 好所以我目前的心態就是呢 那個胸部它是我的驕傲 然後我也很喜歡它 但它是我最大的敵人 所以我不會因此自滿 我會繼續精進我其他的東西 然後呢 讓大家可以看到更多更多 很棒的東西那樣子 不會因為已經有身材 可以讓大家看了 就覺得喔那我就自滿了 還是會希望 可以有更多更多其他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兩位的個性是不是都樂天樂天的 那成長過程中有怨天有任過嗎 我覺得首先得先說 我們樂天的個性啊完全是 就家庭耳濡目染之下 因為我們家小時候是低收入戶 爹爹啊在外面工作 儘管很不順心 可能也被別人瞧不起 但是我爹回到家之後 他是不會把自己的負面情緒 顯露在家裡的那種人 就是還是會很開心的對我們 所以我覺得耳濡目染之下就是會樂觀啊 儘管那麼窮 但是我們家還是可以開開心心的 一起互相扶持過活這樣子 然後小時候應該也是有經過 像地獄一般的處境 比如說小時候自從老師 直接在全班面前問說 那個班上誰是低收入戶請舉手 然後我們舉手了之後呢 就開始我們在學校的被霸凌生活 最嚴重的應該就是 他被拖到男廁圍毆 然後呢我每次就一上四樓 我的書包就再從四樓丟下去 對就是被毆毆那件事情呢 其實我覺得也是我樂天個性的一個 成長基因的一部分 因為那時候我是被男生拖到廁所裡面去 可是呢我沒有單方面的被打 我是有打回去的 所以我覺得我不會因為對方的力量 比我強我就屈服 所以我覺得就樂天的個性 跟比較不會怨天有人 是因為有碰過那麼可怕的事情 所以比如說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呢 就比較不會那麼的害怕 那最後一題 妹妹阿傑是不是比姊姊還怕了家 誰問這個問題 在我們家 我們妹妹是非常可愛的存在 到底是誰問的 給我出來 感情上來說的話呢 就是妹妹這個是可愛胖 知道嗎 不管妹妹在生氣的時候都要說 你在生什麼可愛的胖氣之類的 你先讓我冷靜一下 如果以物理數字來說的話 其實也沒胖很多啦 對不對 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我是家教老師 家長都對我非常非常好 我也吃得很開心 他們每一餐都是一飯五樣主菜 再三樣青菜 一碗湯 再幾碟小菜 吃完之後再把甜點送上來 我每天都這樣吃 那妳現在沒胖100公斤也滿厲害的 可是我已經胖8公斤了 喔 所以阿傑現在應該是比我胖5公斤啦 但是人家是可愛的 人家可愛 可愛胖可愛 健康就好啊 對吧 妳已經胖胖也不健康了 那我想減肥的時候會減肥 很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雙胞胎27歲特別企劃 雙胞胎QA 大家有沒有更多的認識我的妹妹一點 以後不要再叫她胖胖了 人家叫做阿傑 因為也一起邁入27歲了 我們兩個感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以前幾乎是24小時黏在一起 儘管現在因為工作的關係 沒有24小時黏在一起 可是我覺得我們心靈上還是 比誰最先講的後盾 我們也從一個26歲可能還可以叫一下 社會新鮮人之類的菜鳥菜雞 對但是我們從27歲之後 就開始會朝著姐啊移啊之類的前進了 所以呢今後我們兩個還是會繼續一起努力 然後呢一起慶祝我們兩個27歲的生日 也感謝大家這一年多這樣子陪伴著我們 儘管阿傑不常出現呢還是很關心阿傑 很感謝各位 謝謝 很謝謝 我是屏音胖胖 我是阿傑 掰掰 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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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